这个女孩虽然是个富家千金 但是天生梅运不断 就连劫匪绑架了她 也会被连累一起倒霉 今天要带来的电影是《梅运侦探》 阿梅出生在一个优渥的家庭 家里的钱让她花几辈子也花不完 但可惜阿梅打出生起就自带梅运属性 幸运这件事从来就跟她不沾边 这天在墨西哥湾旅游的阿梅来到了外面逛街 被两个飞车党给盯上了 两人抢走了包 还把阿梅拉倒在地上晕了过去 这时又来了辆车 司机老维下车看见阿梅长得还挺漂亮 就把她给掳走了 晕晕乎乎的阿梅就这样跟着她上了飞机 到了另一个城市 下了飞机的阿梅还没缓过来 转头又撞到了玻璃门上 这时机场的保安发现两人的关系不太正常 刚要追上去 老维就把人给抬上了同伙的车带走了 过了好一段时间 阿梅的爸爸一直没联系到女儿 手下给他提了个建议 公司里的会计师梅书在倒霉这一块 可以说和阿梅是不相上下 如果让梅书去找阿梅 说不定两个人能因为倒霉遇到一块去 阿梅的老爸一听觉得还真有点道理 于是又安排了一名私家侦探 让他配合梅书一起去找自己闺女 两人刚坐上去机场的车 梅书就给侦探整了个小惊喜 不过这只能算是餐鲜甜点 刚到机场的梅书又开始修操作了 去衣物市处理完以后 两人就错过了航班 没办法只能先去别的地方 再飞墨西哥湾 到了地方吃饭的时候 梅书因为看漂亮妹妹 一不小心把吸管插进了鼻孔里 然后又去了一趟衣物市 在衣物市里 梅书听护士说 前段时间有个女孩撞到了玻璃门上 这件事引起了侦探的注意 两人拿着阿梅的照片 去问机场的工作人员 结果那个撞门的女孩还真就是阿梅 工作人员还告诉他们 和他一起的那个男人叫老薇 这可是当地有名的恶霸 但是行踪诡异不太好找 建议他们去警局找探长打听一下 来到警局 探长也没什么好办法 就让他们去了附近的一个俱乐部 找老薇的前女友问问看 到了地方却发现 老薇的前女友早就不干了 侦探准备要走 但是老薇有点舍不得 一个要走 一个要留 两人为此吵了一架后 探长就先回酒店了 刚回去没多久 梅叔也爬回来了 原来刚才搭讪的妹子 给梅叔整了一手仙人跳 两个人出来的经费全都被抢走了 探长也是人狠话不多 分分钟就找到了抢梅叔钱的一伙人 踹门 掏枪 拿钱 打脸 一气合成 潇洒离场 回去的路上两人才发现 他们一直要找的老薇 就在刚才的一群人里面 于是两个人掉头 砸门 打脸 拽人 又是一气合成 两人把老薇拉了好远 然后问他阿梅的去向 老薇却说 自打把这倒霉孩子绑架以后 自己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前段时间还赌博欠了一屁股债 没办法还账 就把阿梅抵给了赌场老板 话音刚落 老薇的仇家就赶过来把他给杀了 这下好了 终于解脱了 再也不用倒霉了 两人回头一看 车的邮箱也被打了个洞 于是两人只能走着去赌场 早知道要回去 干嘛还要跑这么远 还没走多久 梅运又来了 老梅走着走着就陷到了坑里 刚从坑里爬出来 警察又追了过来 他们以为是侦探和梅叔杀了老薇 就把他俩给抓了起来 误会刚解释清楚从警局出来 探长又打电话过来说 赌场老板的小弟 本打算把阿梅藏起来 把他送上飞机后 飞机又出事了 直接坠毁到了一片丛林里边 阿梅怕是也已经解脱了 听到这个消息 阿梅的老爸都要放弃了 但是手下又止了一招 他让老梅和侦探也坐上飞机 去那片林子上空绕绕圈子 跟他们一起进飞机的还有一只蜜蜂 老梅被盯了一口还严重过敏 肿得像面包的他又被抬进了当地医院 医院里面有一个村子被烧毁的病友 老梅把烟往桌上一放 侦探拿照片给他看 都不用说话 两人就知道答案了 为了感谢病友 临走的时候还给病友留了肝烟 从医院出来 两人继续在丛林里晃悠找着线索 在刺激老梅的成功努力下 两个人在林子里面迷了路 侦探这会受不了了 说老梅真是个十足的倒霉鬼 还说老板当时就因为他是个白痴 才让他来找阿梅的 老梅被羞辱了一通 有点不爽 非要和侦探干一架 但还没开打 老梅就又倒下了 侦探只好又把他送到了医院 老梅一觉醒来 奇迹发生了 张阿梅就躺在隔壁病床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两人是一见钟情 从床上站起来就拉着手看风景去了 岸边的侦探一看心想 哎 你俩凑一段也好 快放过我们互相伤害去吧 刚才不用唯一说法